主料,糯米粉50克,糙米粉35克,盛面20克,牛奶120克,糖粉50克,莲蓉馅240克,辅量,油,吉士粉,绿茶粉,可可粉,椰子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浇牛奶,糖粉,色辣油放入盆中混合均匀,混合糯米粉, 糙米粉,盛面,也可以满现成的冰皮粉,是将三种粉配好的,倒入牛奶叶中混合均匀,将搅拌好的面糊放置30分钟,然后放入蒸锅中蒸熟,大约15-20分钟,将蒸好的面糊搅拌均匀,放凉,将蒸好的粉团分成4分,分别混入椰子粉, 即是粉,绿茶粉,可可粉和芸,做成4种颜色的粉团,将粉团分成8分,将莲蓉馅分成30克一个共8个,在手上和案板上撒适量糕粉,将适量的糯米粉,放入干净的锅中炒熟,炒到微微发黄的时候,闻起来没有生粉味道即可,放凉带用,炒好的糯米粉就是糕粉,防止粘熟,将冷却好的冰皮按扁, 放入30克左右的豆沙馅,将饼皮拥手慢慢往上推,直到完全将馅料包裹起来,将包好馅料的团子放入热饼模具中,压食,扣出热饼即可,做好的冰皮热饼可以直接吃,也可以放入冰箱冷藏,可冷藏保存3000,烹饪技巧,也可以用豆沙馅,例子鲜豆热饼模具有传统模具的,也有现代塑料的很多种类, 我用的是塑料按压式的,糯米粉,糟米粉,成面在超市或者烘焙用品商店,能买到,糟米粉的作用是降低糯米的粘性,吃起来会有点Q的口感,成面是饼皮热饼成半透明状态,也可以买现成的冰皮粉,是加三种粉配好的,我用的材料都是由精致美食烘焙店友情赞助, 在此表示感谢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